日光二骨團隊由業餘音樂家組成 他們有相同喜好 一樣的善心 於是來到了安養中心 探望老人家 我大概五十歲的時候 我就想說 如果我退休的時候 應該有一點音樂的東西 所以開始學奧 張瑞鋒希望成為慈濟志工 他正在培訓中 雖然不是專業音樂人 但是用心學習 用愛拉出的樂聲 傳遞正能量 我們很希望 我們用音樂可以溫暖人心 就是有陽光日光 這樣子的含義 慈濟志工走訪養護機構 鼓勵老人家開口唱 眾心拱樂 促擁著每一位 願意唱歌的長輩 大家高舉雙手 搭出幸福橋 祝你健康 祝你敗光 我自己的家人也是在生病的當中 我可以陪伴我自己的爸爸 我是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空檔的時間 我也願意來陪伴所有的爸爸媽媽 對於怕寂寞的長者 陪伴是最好的禮物 大愛新聞 曾善美志工 徐載福 鄭景田 張善淳 台中報導 都沒有密集 打 壞